下面介绍一下机器的保养 首先是核心部分 如果你包装物料灰比较大的话 建议是核心部分是一天一次 如果是灰比较少或者没有灰尘的话 是三天或者是一个星期一次 首先是这边上轨道 你准备一个润滑油 导轨油或者其他的一些润滑油都可以 实在不行 你用实用油也行 然后准备一个小毛刷 然后等下班之后 蘸一些润滑油 足够多的润滑油 然后把这轨道 两侧的轨道 全都给它抹上去 然后抹完之后呢 然后是把这里 因为这边是一个活动部分 你也可以给它加一点点润滑油 这样给它加一下润滑油 好 然后呢是在下面这边 这两边也给它加一些润滑油 然后下模具这边 注意先把铝墨清理干净 如果有气墙呢 用气墙吹一下 没有的话用毛刷给它 铝墨先清理干净之后 也加一些润滑油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下这个切刀的刀架部分 这里一定不能堵住 堵住的话会整个它的摩擦力 或拉扯力会变大 然后会影响整个刀片的使用寿命 所以的话记住要准备一个小刀 这种小铁片一样的东西 给它清理 每天也要清理 如果是你使用平凡的话 每天清理 不要让这边堵住 如果里面 因为这个比较深 里面如果是你清理不到 那这样的话 建议是一个星期 或者是根据你使用频率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用一个八个大的内六角扒手 把这两个螺丝松掉 把它整个拿出来 完整的清理一下 这是核心部分 然后呢是机器的内部的 那个电气的清理 如果你的灰比较大的话 建议你是一个月拆出来 用气箱给它完整的清理一下 这样可以避免机灰 有时候可能会引起短路 如果你的没有灰尘 或比较少的话 那你可以三个月 或者半年清理一次